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,我是阿远 今天做一个铁锅炖大鹅 别用来 我们不一把铁锅炖了 还要刷 我们可以吃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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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把铁锅炖了 然后我把铁锅炖给了 铁锅炖了 我把铁锅炖了 我把铁锅炖给了 铁锅炖了 铁锅炖了 今天买的这个鹅花了93块钱 15块钱一斤 抓出来的时候,看着挺大的 其实扒了毛以后了,有点瘦 这上桌坠着,你看,把根坠下的 横浪 鱼 油 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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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黑鱼 一枚 闇 善病 切成 黑鱼 切成 家里边还剩了点针膜 把它泡上了,一会儿一起炖进去 蘑菇里边放了点生粉,把它抓一下 这样蘑菇上边的小细沙子就粘出来了 然后再多头几遍,这个小细沙子比较多 切个葱姜片 这里边有个花椒、大料、干辣椒、桂皮、香叶 热锅,做入凉油 把葱姜还有香料炒香 放入点洋葱块 炸香以后了,把这个蘸鹅放进去炒一下 把这个水分炒出来以后了,添入白酒去腥 然后加入一点香榆酱 香榆酱也就是跟这个豆酱类似 放入一勺生抽 拿上一点点老抽 然后添入清水 现在天安又开始下开,掉开雨底了 然后我把这个火直接挪到这个棚子底下了 今天这个鱼盘有点大,赶紧调点味儿 里边放入碱,加点胡椒粉 再少放入碱,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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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入碱 然后把这个蒸馍一起炖进去 然后再放入碱,再放入碱 没有发酷 我要把鱼盘开的刚才 休息 也很难用 没喘 二人 雨下将近一个小时,刚刚停 这个大鹅已经炖了两个小时了 预计再用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比较难炖 我们先吃饭,这个大鹅再炖会儿 这家有能力了,温棱子是吗 放几笋 嗯 嗯 嗯 现在8点20了,炖了半个小时,可以出锅了 炖了半个小时,烤蛋 中火煮了一根 竹筝 烤蛋 Tiger 鸡蛋 只要大小时уп 炖了一份 香脆 炖了一份 啊 而且内草鱼 都是冰棒的 首先比较大 booked 大冰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